日本青春期小孩有多疯狂 只是因为被小朋友扇了一巴掌 他直接就把黑帮走路给炸了 这就是北野武最难看懂的电影 演到最后都不知道发生了啥 这群人正在紧张地打比赛 而名叫亚树的家伙竟然在蹲坑 教练都质疑他 你是来拉屎还是打棒球的 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上场 结果站到敌方阵营 让他去捡个球 他还有休息会 终于拉到主场位置 却连棒子都没挥动 就干脆的输掉了比赛 干啥啥不行 那就去挥棒子 然而比赛都结束了 他还是在那里挥来挥去 队员都忍不住骂他蠢蛋 别看有点傻 可坐骑倒挺帅 一流烟来到加油站上班 还没换衣服就被催着去洗车 可他就像没听到 依旧慢慢悠悠 黑道车主问他擦好车没 他回答不知道 那加好油没 还是不知道 黑道大哥直接赏他一巴掌 老板立马出来道歉 好不容易安抚好对方 结果牙述冲出来给他一拳 这下好了 本就发愁没有声音的黑道 彻底讹上老板 即便医生说没有屁事 但对方老大将会亲自来解决 所以当事人的牙述 就好像啥也没有发生 找到好友准备飙车 此时店里新到一辆急车 好友提醒小伙 开车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佩戴好头盔 可他很自信 坚决不要头盔 结果下一秒直接撞车 亚树坐在路边喝咖啡 丑陋的颜值 竟然吸引到漂亮的女服务员 主动搭讪要出车 都改革 然而半路抛锚 还有使劲推车 半路遇到流氓调戏 一不留神直接追尾 路边撒尿的大叔一脸懵 找到对方理论 说自己是黑社会 结尾被三人给报答一顿 最终黑老大还是找上门 老板诚恳地要赔偿医药费 还是被赏了一耳光 见牙叔这么有种 还邀请他加入黑帮 年少的他以为可以谈判 而教练直接否决 黑帮讲理就不叫黑帮了 此时一伙小年轻闯进来 当着老板面要点开饭 这是酒吧 不是沙仙大酒店 教练匡匡给他两圈 看起来柔弱的教练 以前也是黑社会大哥 并且和当地黑帮老大 是拜把兄弟 想当年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不过后来隐退 当起了老板 瑞磅帮牙叔解决掉麻烦 他找到大友祖老巢 没成想实过精心 没人再害怕过失老头 客气点还叫他先生 不客气直接喊他 拔个压路 如此没有教养的家伙 教练把他堵在半路 当着小地面把他干吐血 如此凶狠的样子 亚树也被吓到 第二天教练恢复往常 依旧在秋城上指挥 队友在场上挥洒汗水 而亚树却在对这个空气下沦 教练看他如此念真 也给他机会展示 布施众望一级命中 然而由于炮太快 直接把队友给抄了 稳赢的局让他硬生生给输掉 明明是他的错 教练却怪队友跑太慢 比赛结束后 还问黑帮有没有找麻烦 这么关心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儿子 当听到球场有女人 教练跑得比谁都快 龙智大喊 拔个压路 路过的小青年以为是骂他 下车就要教训龙智 结果是个战母渣 被龙智给打磨 龙智和教练去打游戏 教练硬抢龙智的珠子 龙智大骂他是神经病 然后跑到柜台买商品 直接抢路人珠子消费 路人想买口香汤 可是没有 口香汤没买到 珠子还没了 教练玩了半天都没中奖 拿起广播宣传 这是个黑店 不仅耍无赖 还把店员打了一顿 然而报复很快就到来 大游组的人找上他 在他脸上和腹部划上两刀 自那以后他闭门行客 嚷嚷着要买枪干掉他们 亚初认为是由他处 应该由他来解决 于是拉上龙智 一起来到冲绳海边 本来和老板约好买枪 可迟迟等不到人 龙智想要上厕所 然而没待着 直接在海里一起屁屁 此时的老板尚源 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 他私吞公款被老大发现 老大让他切下小拇指 并且在三天内唤清 老大惹不起 小弟倒了枚 被尚源教训出去 旁边的亚树 两人被吓呆 尚源邀请他们唱歌 可到五厅砸人九瓶 小张之机非常猖狂 然后又请客吃饭 忽悠两个人吃野菜 回到住所后 尚源突然下令 让女友和小弟展示技术 就这样几个人现场直播 可进行到一半 尚源推开女友 就压在小弟身上 又说他侮辱了女友 要切下手指切嘴 由于刀太顿 女友拿来忍耐百见 第二天 他们在海边开心打球 尚源突然又发神经 狂山女友 怪罪他和小弟发生关系 这黑水里的龙智 看得一愣一愣的 尚源让六个人起一辆车 又嫌弃后座太急 黑妹的脸都被吓黑 全场一句话没说 就被扔下车 他找到黑市购买枪支 人家开价300万 他直接砍到250万 连走室 顺手把废纸装进前袋 看到路边的便利点 直接吃起雪糕 唯独不给一旁的女友 约好时间地点 老外开心的前来交椅 没想到尚源 把他给偷偷了 自己带走几把枪 剩下的交给了杨树 尚源是军火商 可进火渠道是黑吃黑 两人一脸不可思议 看着他们离开 行驶到半路 尚源又喊停车 框框又给女友两拳 接着在路边展示其技术 小弟就蹲在草丛观看 爽过之后 他把女友抓下车 两人来到画丛中 拔了一大把野花 用报纸简单包扎 大摇大摆走进走路 老大看到他根本就没有带钱 大骂他是个废物 尚源也不再伪装 掏出冲锋箱 把他们打成筛子 当看到受惊的女服务员 尚源再次展示精湛的技术 然而他俩并没有潇洒多久 在机场就被杀手堵截 直接给打成筛子 龙智这个奇葩 居然只用报纸绕了一圈 在机场大摇大摆地溜达 然后把枪承进安检口 趁着人检查别人时 两人淡定地走了过去 终于三个人回到老家 他们掏出手枪 准备将大友祖干掉 可就在门口时迟迟不敢开枪 碰巧被大友祖的人看到 眼看不妙 牙畜立马开溜 剩下的两个人可惨了 被大友祖打成猪头 直到第二天 牙畜才去找龙智 此时龙智伤心透了 是由牙畜起 结果他没有事 帮助他的人都倒霉 好在龙智大人不计小人过 被打一顿还请牙畜吃血糕 因为牙畜又怂又猜 连加油办老板都看不下去 直接把他给开除了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牙畜偷走了油罐车 和女友站在路边半天后 一起坐上了车 一路荒飙冲向了大友祖老巢 随着剧烈的爆炸 所有都化为灰烬 转眼之间 牙畜重新出现在厕所 如同开头一幕 跑向了赛场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片看到最后很让人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从开始到最后 都给人莫名其妙的感觉 一个普通的沉门少年 竟然会有黑老大舍身相救 会有几个以死相伴的兄弟 还拥有令人嫉妒的漂亮女友 连黑道战争都参与过 并受到黑老大的盛情款待 如此奇葩的经历 普通人怎么会经历过 所以所有的冒险 只不过是个废宅少年 在敦坑时的奇思幻想罢了 因为在现实中 他是个废柴 所以唯一能拥有 特别人生的机会 只有通过幻想来满足 以敦坑开始 以敦坑结束 北野武不愧是北野武 想法总是出席不易 即便主角一句话不错 故事依旧很精彩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